彪哥跟我說 你看 老天爺都哭了 第一次叫你不要退了 我聽了這一句 唉唷 還來得及嗎 還是真的沒辦法 剩下兩個星期的時候 那個心情開始就 起伏不定 應該也兩個星期睡得不太好 因為就是知道 會有指定打擊的身分 而且是打第一棒 看到媒體報導之後 我就開始有簡單的訓練 當然不是說我上去打 我要有什麼作為 要怎麼樣 就是希望一個空輝棒 不要受傷就好了 對 那今天這場比賽高國慶 生涯的隱退賽 他擔任第一棒 來擔任DH 有沒有學弟曾經問你說 學長你怎麼可以打這麼久 那你告訴他們什麼 就還好啊 我覺得有這麼難嗎 就是 就是睡覺 起床吃飯 然後 公司安排的行程 然後球隊安排的訓練 你就照單全收 然後 就這麼簡單 有了家庭 也是會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有了家庭之後 就會必須 有很多時間 你就要必須 花在家庭這裡 也許吧 可能就是 到一個年紀 到一個生活方式的話 我可能才會覺得說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 年輕的選手可能 還沒有體會到 有家庭的那種生活 當然 有只能跟他們說 生活就簡單一點 這樣就好 可以打這麼久 也要歸功於 止痛藥 他應該也吃了不少 止痛藥 才有辦法撐到現在 我認為他 保養最好是眼睛 四十來歲 會有老花 或者是一些 近期都有一個無名病的 一些手機之類的 他沒有辦法用3C 他也不喜歡用3C 所以他對他的眼睛 保養 然後照顧得相當好 視力都是在1.2以上 他要做出一些 比較好的比賽 或者是看待比賽 會有更好 更清楚的畫面 學習他的執著 因為你看到他都是 蠻開朗的 蠻樂天的 但是 有少數的選手 應該不知道他是 一個很執著的人 大學時期的學長 那時候感覺他就是 對於棒球的 所有的事情 他都非常投入 短期跟他當過幾年的室友 在那個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他 他的生活是真的蠻簡單的 就是在宿舍裡面 然後研究棒球 最近我也有一個這樣的 看到一位選手 有這樣的同樣的感覺 讓我想起那個時候的國慶 就是大谷 大谷剛剛到美國的時候 然後後來他就是 開始成績表現出來的時候 他也是就是說他的生活 就只有棒球而已 那 在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然後 看到一些訪問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好像是 國慶學長當初的樣子 早期的時候 在國慶學長身上 有一個很強烈的 這個自主的特質 他可以維持 這樣的一個自主性 持續幾乎快要是 一整個生涯 我要不要自主 可能在某些選手身上 是看心情 我今天心情好 我就來 我來多做一點 我今天感覺不好 或者狀況不好 我就不做這樣子 的感覺 但是在國慶學長身上 沒有 他不管是高潮 或者是低潮 或者是身體有什麼狀況 他都有辦法 把那個時間安排出來 然後再做好準備 那些 我覺得這一點是 現在的選手 年輕的選手 可以 好好學習的一個點 國慶學長 在球場上 一向都很認真嘛 就是我們學弟很好的榜樣 他不管今天的心情 或者是身體的狀況如何 他來到球場就是 投入百分百 讓我們當學弟的很 很值得向他學習這樣子 今天的他很不特別啦 因為休息室 他就是很搞笑嘛 就如同 很多學長都說過 他場上跟場下的 模樣不太一樣 對 不會有一個學長的 氣勢給你啊 都如同我們 大家都是隊友這樣子 都在打球的選手 真的是馬上可以 先來看一下這一棒 左邊方向 許正恩 那以上 我快哭出來了 講真的 但是我一定要忍住 因為我要上去打擊 因為 在這個環境 看到球員來來回回 這麼多 有的是失敗的 有的是成功的 有的是還在努力 就沒機會 感觸很多啦 那 我對哲宴這種的選手 我一定會感覺更深 因為 這種的選手 就是等機會而已 那 就是考驗教練怎麼用這種的選手 因為我 本身進來也不是很受球隊 所以 以重的 那我知道 我要付出的比人家更多 我就是這樣苦過來的 所以我會很 很在意 去注意這些 很努力 付出的選手 我一直期待 等待有一個機會 給他 很高興他有把握住了 他 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是他生涯守候 既然發生在 我的贏推賽 真的很感動 覺得棒球交會你 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服從忍耐 挑戰自己 打我猶豫 讓我體會到 運動沒有天分 只有後天的努力 我希望後輩要 記住這一句話 運動是不會變得 然後也請球迷 要多看 選手球員的過程 運動選手的過程 而不是看他的成就 要看他在 訓練付出的努力 這才是最有價值 最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我現在在美國留學 是禮拜五才回來的 我是請我朋友 搶票 然後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買那個 六千八那個 那時候我記得 我還大概這麼小 因為我從小就是 住台南 他有一次 好像忘記參加一個什麼活動 然後 因為他那時候是 當家球星 就是 第四棒 那個你知道安打王MVP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啊怎麼會有人 就是他明明是一個明星球員 但是他這麼的沒有價值 對 我就覺得真是很感動 然後就是他那時候幫我 我記得我小時候打棒球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手藝雷 所以我就是把他當成偶像 我手套上還有他的簽名 我以前就拿他的簽名的手套 在那邊打球 打到大 我覺得他始終如一 就從我很小到很大 就是他從一個明星球員到現在 就是他可能年紀大了 現在更多明星球員起來之後 他還是一樣 就是我叫他 他就會幫我錢 希望國慶以後 當教練 就加油 國慶的溫暖不只分散給我們的隊友喔 也給了非常多球迷勇氣 謝謝你 在我球員生涯裡 有碰到很多不好的事件和回憶 相信大家也不想再讓類似事件重蹈覆測 還是一樣 要提醒大家 要愛許羽毛 我是勉勵後輩 在這個環境 如果有一點小成就 只有一點小成就就可以了 回饋的活動 多一點的話 對自己是很有幫助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去做這些事 從剛開始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從到持續這樣做 可以感覺到 被我們幫助過的小朋友 你可以從他的那種 言行極止裡面 看到他那種 很期待 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就很歡樂那種感覺 以我的宗教來講的話 就是三波岸嘛 對啊 也算是傳福音的一種 那我們準備的也是國際在選手生涯 穿上的最後一件 如場球衣 在今天正式的高畫 最後一這種 引退的方式結束選手生涯 很感動了 也很值得 那 也 用這種方式 從來沒有這樣子的方式 跟父母親說過 很可惜 很可惜 老爸雖然不在了 但是我相信他都在看 他都在聽 那 現在就是 把心裡的話 全部都講出來 嗯 媽媽還在 就是用 更多的時間 在彌補 對媽媽的虧欠 因為 小學 四年級開始打球 就住學校到現在 去少離多 陪伴家人的時間很少 現在 球員退下來 當了教練 開始 多花點時間 在家人 跟媽媽身上 因為 我在大螢幕上 看到媽媽 又更長老了許多 然後 兒子的我 很不捨 我希望 我的球員生涯 這個成就 能夠彌補 對你的虧欠 也能夠 也希望能夠讓你感到驕傲 媽媽 我愛你 爸 謝謝你 謝謝你的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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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養育之恩